詹姆斯还能再夺冠吗 夺不了冠了 詹姆斯现在他这个竞技状态 他基本上已经不太够 就是当刚核心主将去争夺冠军了 已经不太够了 你要知道他当二当家 我认为就以詹姆斯当下的身手 作为一个二当家 也不见得那么特别合格 因为联盟当中通常二当家 首先一点 你得能拉得下来脸 就是二当家这块你得明确 就是我在对内办的是一个辅助角色 问题是勒布朗詹姆斯 他有没有说能够彻底愿意放手 就是自己这样一种对内大权 很难 这点张姆斯 他也不见得乐意彻底牺牲 就是说我完全甘军忍厚 因为一般来讲求王级别 内心当中的骄傲 那种自尊 很难说轻易服输 就即便说已经老了 白发现人节了 但是那样一种 甚至在一定程度之上 刚逼自用的心态 还在隐隐作祟 一定这样的 包括蒂姆邓肯 他包括16年退役之前 他有没有讲过 就是说真正说在对内 我彻底放了话 拉纳德 你是带头大哥 也没有 其实就是什么呢 明里按理的 我可以支撑你 有一定的小副上位 战术资源这块 像年轻人这块 多少有一定倾斜 但是言语上彻底退居幕后 他一般来讲也很难接受 你包括斯顿库里也是 你看打这么些年 什么时候他真说讲过 多兰特来了 他是我大哥 他最多讲 做你自己 对不对 我们各自做门自己 如果说你拿到长辉杀 我给你鼓掌 这种容易你能得到的话 我也是怎么讲 发自内心 替你欢喜 但库里也从来没有说 你来了之后 你是我大哥 从来没有讲这话 很难接受 包括三四岁的库里 你看他什么时候讲过 就是说这个 乔丹普尔 接我班吧 你当老大吧 一是普尔没这能力 有能力了 库里也未见得公开讲 你是球队老大 一般来讲不公开讲 没有办法 专业球星都有骄傲 所以詹姆斯呢 当下他呀 一是心态这块 接受不了 就自己真正说 当老二 你看他之前在场这会儿 跟农眉强调过 你来吧 对不对 二十三号给你出来 现在呢 二十三号还是詹姆斯出来 这事没下文的 你至于说这个 对那位的 你是大哥 但是好像詹姆斯呢 仍然是大哥 基本上还是 整个球队战术防律这块 指挥调动啊 以及周围人心所向 还是以为詹姆斯独准啊 农眉还是个打辅助的 这东西怎么讲呢 也不奇怪 因为说的话 农眉也真是不太整气 这个人啊 他自己本身自敢堕落 而且呢 他没有说分发独奖 如果说他再姐再利 你比如说2020年 多了贯了 下一年越打越勇 越打越好 那詹姆斯可能说 就被迫 也陷于当下 将有实力的对比 也只能放权了 问题农眉 自己也不太整气 这点也差点 所以詹姆斯现在 主动放权心态这块 做不到 就是说主动 我愿意甘居人后 再给一点能力这块 当二当假呀 防守不假 心态又不好 你说你当二当假 不见得说 球队能够顺利整观 这是詹姆斯现在的问题 当老大的话 肯定不行了 打不过东伯克 你拿啥整观的 这就老了 难以苛求了 岁数大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